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9月20号周五 常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今早八点加拿大多个城市爆发反对SOGI抗议活动 温哥华市的家长们将聚集在温哥华市政厅前表达抗议 所谓SOGI就是在中小学推行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课程 其初衷也许是想让学生更具包容性 但是由于加拿大的政客们大搞政治正确 也蔓延到学校里 一些老师教育孩子不需要家长同意 就可以改变性别认同 本来对同性恋还有一些同情心的民众愤怒了 纷纷站出来要求学校取消这个课程 同性恋团体也计划今天在温哥华美术馆发起支持SOGI的机会 省选专栏 大网有令 选举开始 明天9月21号 BC省三个党派正式起跑 最后投票日10月19号 选民登记网上截止日期 10月7号 竞选活动将于9月21号 明天周六正式开始 参加竞选的三个政党分别是 省新民主党NDP 领袖尹大卫David Eby 省保守党 领袖罗士德John Rasted 省绿党 领袖Sonia Fursternal 执政党NDP支持在公共场所公开吸毒 支持毒品无罪化 省保守党强烈批评安全毒品供应 反对吸毒无罪 支持非自愿戒毒护理 绿党曾在2017年帮助NDP上台执政 据央视网报道 中日双方就辅导第一核电站和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 双方一致同意 本着对生态环境和民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任态度 基于科学持续开展建设性对话 妥善处理涉及排放的关切 社团简讯 大卫德登山队本周本地出击剑走活动 因故暂停一次健康生活走起来 长春堂一百教育 专业Site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卫德天天晨报 由大卫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特别支持播出